张作霖堪称一代萧雄尹,主政东北的几个年头中,他名号已经走进百姓心中,使他成为威震一方的偶像人物,也令前来的敌人敌人文风丧胆,如此英雄人物, 一生中有六个老婆,而且个个都是大美女,跟小莲一起来看看吧,一,代夫人赵春贵,原配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为赵氏,生性刚烈,是黑山县赵家庙人,21岁如花的年龄和张作霖结婚,早年一直跟随张作霖左右,从赵家庙到八角台,新民府,郑家屯,草南府, 为张作霖还忧解呢,主要调节张作霖与众义兄弟间的关系,可谓帮张作霖很多,真乃前夕也,连张作霖,汤玉林等夸赞道,嫂子贤德,大帅能成就大业,多亏我那老嫂子,可惜,只因生性刚烈,与张作霖经常以吵架收场,矛盾加深, 在1911年冬天,赵氏带着孩子学明到来生客殿赵章,可惜因学明半夜吵闹,夫妻俩再起冲突,赵氏一气直下连夜待,学明回到新民府高宅,虽是赌气,却还是希望张作霖能接回他, 然而被如愿,被丈夫冷落的赵氏,从此一病不起,不久病逝,年仅三十八岁,值得一提,赵氏是几位夫人中唯一未曾在帅府居住过的夫人,此时一辈,最后,张作霖死后却回到了赵氏身边,也是随了他生平的愿望, 二二夫人卢寿轩二夫人卢氏,名寿轩,在1900年张作霖在中安保办保险队时迎娶新闻的,也是最受张学良尊敬的人,跟原配相比,卢氏汤柔,善良,自赵氏去世后, 他带张学良姐弟三人如同自己的孩子,不然张学良不会如此敬佩于他,最主要一点,卢氏非常是大体, 从不与其他夫人争处,故此张作霖也喜桌到卢夫人处,卢氏生有二脸,环英,环兴,在九一八事变后,卢氏移居天津独居,1974年并故,终年94岁,三,三夫人代献于张作霖也是很风流的, 在1906年生为清军巡,房莹统领时,连娶两位夫人,及三夫人代使和四夫人许氏,三夫人代献于,容貌娇好,但脾气不好, 最后一与张作霖不合而离开帅府,薛发维尼,伴着清灯一余月而死,没有为张作霖留下子嗣,四,四夫人许树杨许氏,一位有主见的女子,是张学四将军的生母, 他教育子女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,所以,张学四将军能够从一个封建军阀家庭的少爷,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,也是受母亲影响, 1922年大清楼建好时,其他几位夫人纷纷搬出四合院,而许夫人坚持与他的几个子女住在四合院, 他自强和正直,赢得了帅府上下的尊敬,新中国成立后,许夫人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生活, 知身回国,如此,也是最幸运的人了,五, 五夫人袁寿义,1917年品学兼优的五夫人,代表中学毕业生宣读达死, 不料想被奉献都军兼省长张作霖看重,做了张作霖的五夫人, 如此家人,是张作霖最宠爱的一位,张家由他管家,也同时身为张作霖的秘书, 在小清楼建成后,张作霖特意安排受夫人单独居住, 张对五夫人的专宠也引起其他夫人不满于嫉妒, 但聪明的五夫人把张作霖的其他几个女儿都接到小清楼, 并把最好的二楼房间让出, 自己则住在一楼有些阴暗的东屋,这样,既讨得了张作霖的欢心, 也避免了自己同其他几位夫人尴尬对立的局面, 可谓用心良苦,也是手段了得, 受夫人以他的品情是他在此后的十年里, 一直享有专宠的地位, 其实张后来娶了六夫人,依然对他十分宠爱, 后来,张作霖被炸死后, 受夫人为稳固东北局势做了很大的贡献, 晚年的受益则居住在台湾, 1974年逝去, 六,六夫人马月张作霖六夫人马氏, 原是受夫人身边的丫鬟, 清唱喜出声, 也曾在小清楼居住过, 1924年马氏生女怀免, 张作霖正式将月姑娘称为六夫人, 张作霖死后, 年仅十八岁的马氏就守了寡, 长期跟随受夫人, 后病失于台湾, 享年七十岁, 张作霖一生中, 虽有六个老婆和八个儿子, 这么一大家庭也算是和睦相处, 此,张作霖严严禁夫人们干政, 一切遵守礼法, 唯一夫侍从